接下来的话,细索跟清除 你说刚刚执行的话,执行就从具体这边执行 这边是清除,把这个清掉 然后再执行那个细索,再执行,这个就有了 但是其实第一个,你会觉得老师好麻烦哦 这个执行起来,所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是怎么样 你可以在旁边加两个按钮 怎么加按钮,插入这边不是有一个叫做按钮吗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找到有按钮 然后直接在这边产生两个按钮,一个叫细索 一个叫清除好了,就是这边 那做的方式呢,其实跟小画家蛮像的 插入,这边按下去哦 然后14个地方按住不要放,往右下角拖拉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按钮了,大小由你自己决定 接下来他问你说,按下去要执行哪一个动作 执行细索,并且把细索两个字复制一下 复制为什么呢,按确定 因为呢,它上面的名称不会是细索 所以你可以把它贴上,细索就有了 OK,这样的话就多一个了 你按下细索,它就会执行 再来一样清除,所以你大概有 一样如法炮制 可以按一下它,然后底下再做一个清除 大小的话你可以比到上面的 OK,然后这边的话清除 把这个名称给复制起来 然后一样可以把这个按钮把它改成清除 完成,完成之后的话按一下 有没有,清除掉了 细索就有了,有没有 这就蛮方便的 但问题来了,老师这边还有年级学硕士 那怎么办呢 难不成我们还要再录 年级,再录 学硕士吗 其实也可以再浪费时间 那可是有没有什么 比较简单的方法,其实 我们如果同样的事情 你大概下一阶段就是 你去看程式 去修改就好了,那怎么修改 改的话呢 OK,改哪些地方 因为有印象,我们好像上学也有讲过 就是呢 你要看懂到底帮你录了什么 你去改动一下 那怎么改 改的方式呢 请你从这边 这边会出现细索编辑 编辑完之后 它其实会帮你从这边 跳到这边videobase 所以将来你直接按这个videobase也可以 两边都可以通到我们的程式地方 编辑一下 有没有,它就出现了 这边会出现嘛 那当然呢 如果你不按编辑 直接按videobase 它一样可以跳出来 那我个人习惯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呢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有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程式 其实对应到前面的范围 或储存格 所以呢 如果你看懂程式的话 修改完之后 你的效果马上就做出来了 那怎么修改 首先第一个 字太小了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我建议字把它放大到14吧 这样会比较大一点 字大一点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欸 有没有发现 刚刚的那个细锁 其实就是一个sub 它的名称叫细锁 然后有头就会有尾 所以 头在这边 尾巴在这边 好 那清除的话呢 就在这里 那你看到这边有单营号开头 这个都注解 注解 这个好像有很多余 我习惯会把它删掉 这边一样把它删掉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我刚刚做的第一个动作 游标放在C2的话 就是Range C2.slate 输入公式 向下填满 有没有 三个动作 其实啊 可是老师我刚刚做三个动作 为什么要第四个 所以啊 其实理论上 最后面这一行 是可以把它删掉 多余的嘛 所以如果假设你把它删掉这一行 是有OK 所以第一步 还记得吧 游标放在C2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上面加注解 1 你要打一下 游标放在C2 除存格 那这样 这个注解的话 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表示说 你就是解释一下 到底这个动作是做什么 然后呢 这个应该什么 输入公式 我们简单打一下 输入公式 好有没有 我们好像就是由 这边应该打工嘛 就把公式输入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这边三 三个的话就是 向下填满 有没有 AutoFill 向下填满就是右下空点 快点两下 所以这个简单打一下 向下填满 好 这样应该看懂吧 这边一样比照办 这1 有没有 然后2 3 所以这个可以把它复制过 这个游标 清楚的话 就游标放C2 对 然后再做什么 应该是 第二个的话好像是 Ctrl Shift 向下 Ctrl 加Shift 加向下 向下 OK 然后再 这个3的话是什么 按Delete De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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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是 把上面加速解 应该可以看懂吧 好 改完了 那你说 那执行 有没有问题 其实执行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那执行怎么执行 我们除了可以从巨型那边执行 可以按按钮执行之外 第三种执行方法就是什么 直接在 这个Sub跟EndSub中间点一下 上面这边也可以执行 OK 所以第三种方法 执行VPA程式的有三种方法 所以第三种执行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边执行的话 这边就不见了 这边执行一下 这边又有了 有没有 所以三种执行方法 结果都OK 好 所以呢 請各位 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 几个动作 分别完成 第一个就是增加按钮 有没有 增加按钮 从这边插入这个 做两个 执行它 从上面i也可以 第二个的话 就是 再到编辑这边 去编辑什么 里面的程式 把那个程式加注解 记得 这个可能慢慢体会一下吧 慢慢熟悉物件跟方法 这个是 C2指的是C2存存的 点 slater 有点像把油标放进去的动作 输入公式 像下填满 OK 把它清除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然后执行的话 你们也可以从这边执行 这边也OK 那最后当然 我们其实为什么特别做这个 因为你看懂程式之后呢 如果假设 我们不需要 不希望说 再重复做年级跟 学硕式的输入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一次性快速完成 待会可以改一下程式 就OK了 其实这里的话清除 清除比较快 清除直接改范围 它就可以直接 就可以把它改掉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把这个部分先试着完成